你剛剛講到那個 油氣人民幣結算 只是一環 它事實上在 它是在那個海河會的開會 它做了主旨演講 事實上還有第二點 第二點就是 要深化數字貨幣的合作 所以我覺得 在金融方面應該是全面的 金融也有 油氣結算這只是叫 國際支付的項目 那數字貨幣就不一定了 可能還會包括投資項目 而且它講到上海 跟這個莫爾班 我們講莫爾班就是阿聯酋 那個原油期貨交易所 那個合作就是期貨對接了 期貨都人民幣 所以那個也不是只有國際支付 而且可能還會包括 它到香港上市 你說沙特阿美 對 之類的 中東的主要的公司 那個又是資本市場的合作 所以我覺得這個只是金融面 那主要是因為 中國跟這個海合會這六個國家 它的互補性實在太高了 那跟海合會這六個國家 目前想做的經濟轉型的目標 又一致 也不是說又一致 是中國能夠提供一攬子的幫忙 協助又是唯一完備的 對 坦白講這種條件連美國都沒有 美國基建那麼差 對 也不只基建 還有比如說華為的5G電信 美國也沒有這個 是 所以你剛剛講到的就不只是 我們講的基建面 還有5G的電信 還有你講的綠能 還有相關的金融的合作 而且你剛剛也講到了新人員 包括汽車 包括航天 還有數字經濟 美國大概很難這樣 把大家都攏了這樣一起去 那這個當然是中國 特殊的經濟體制跟政治體制 它才能這樣 把這個海合會這六個國家 所需要的就是一次帶到 而且它這個三環峰會 它當然是首先是尊重沙特 特殊作為這個地區的最主要國家 可是你也看到 接下來就是 這個海合會的部分 然後也有那個中阿峰會 那邀請了14個國家 而且它也具體提出了 務實合作的8個行動 那好具體喔 都非常具體 對啊 我坦白講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是準備的很周到 那也包括海合會 習近平那個主旨演講 提出來的它的行動的方案 它幾乎每一個行動方案 都是有數字的 是 都是有未來的KPI的 比如說你講到 海合會目前的貿易額是 2300億嘛 那它未來就是朝向4300億 我覺得都講得非常具體啦 所以我覺得 這一次大概就是 事實上還有一些它 你如果細的去看那個 利亞德宣言 我甚至認為中國跟這個阿拉伯世界 他們對於世界的基本看法 也大概趨於一致 那這個就是政治面 那軍事面是有一些是已經鋪排在 我們主要看到沙特 還有阿聯酋在購買中國的 相關的新進的武器啦 對 所以我是覺得大概 是全面的鋪開啦 而且我還看到文畫面 包括那個中文學校的對接 等等方面 現在連大陸的劇也在那邊播 所以我覺得 這個我覺得應該就是 我也不要講說是復刻 東南亞那個東盟加一 到RCEP的模式 我覺得這個模式是 比東盟加一還要大 東盟加一還要大 對 因為中東他的政治的角色 還有人員 還有金融的實力 這個不是東盟能夠相比的啦 那當然東盟作為經貿的腹地 那中國是整合得相當的完整 那中東作為第二個 中國未來想要整合的一個經濟區塊 他可能就不是只有貿易上的整合而已 還會包括金融的 能源的 那甚至還會有 政治軍事外延的意義啦 所以我覺得 應該就是里程碑式的外交 是啊 里程碑式的外交 那大陸這邊則是說是一個 中國大陸出國的這個 習主席的一個收官之作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尤其來看到了 說到了這個中東的 跟中國大陸合作方方面面 中國大陸保持跟海河壞 是第一大貿易夥伴 跟第一大的石油化學的 產品的出口國的地位 來看到2021年的時候 有突破2300億的美元 然後呢 而且 中國大陸從這個地方 其實呢 進口了2億噸的石油 2021年的時候 中國大陸從阿拉伯國家進口原油總量 來到2.6億 佔它的佔比52% 中國大陸十大能源國當中的進口國 阿拉伯國家5席 海河會就4席了 另外呢 剛剛說到這個 油氣的人民幣結算 還有另外一個先行的就是 義烏跟沙特呢 完成了首單的跨境人民幣支付的業務 義烏最近好忙啊 因為市足賽還在打嘛 誰贏誰輸了他都在補貨 現在他們跟沙特也進行了人民幣的支付業務 所以剛才所講的這一段呢 我看到美國的那個科比他就說 中國試圖全球去擴大它的影響力 他們試圖追求的許多事 以及他們試圖追求的方式 不利於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那那句話的意思就是 不適合或不利於美國秩序 那我們回頭來看一下說 他們試圖追求的許多事 以及他們追求的方式是什麼呢 剛才亮哥已經講過了 這一次在海河會裡面呢 基本上我看起來 所有的互補性都可以落實到 中國大陸所帶去的東西 符合了海河國家中間 他們自己的國家願景 包括像沙特是最明顯 它的2030的願景 還有科威特 埃及 每個國家都有它自己的願景 那我拿那個沙特的願景來做例子 它要做什麼呢 它希望能夠建立一個 A vibrant society 所以它需要做的像城市化 文語體 朝聖貿易 UNESCO變成古蹟人均壽命提高 然後它希望是一個更好的經濟體 所以它希望能夠增加就業 婦女的就業 增加它的國際競爭力 它有用它的公共投資的基金 吸引外資 然後去加強它的非油的出口 就是不是只是賣原油 那麼更希望它能夠做一個 ambitious nation 就是一個有願景的國家 那麼它希望它在轉型的時候呢 它非油品的收入增加 政府的效能增加 雲端 醫化 家戶 儲蓄增加 收入增加 NPO跟它的整個社會增加 那你想想看 這一次習近平先生去談的 是不是就是這些東西 而且每一樣都是非常具體的去帶給他們 他們想要的東西 所以他們想要的許多事 以及他們追求的方式 就是帶來你的朋友 他們自己夢想實現中間需要的那些元素 那我們相對的回頭來看一下 就拿沙特做例子好了 它跟美國可算是最好的盟友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石油美元 是沙特跟美元的連結 可是它跟美國拔河了這麼多年啊 它的拔河在第一階段的時候 大家都記得在1930年代的時候 它還是一個非常落後的國家 所以石油的炭刊 出產跟銷售 全部在美國公司手裡 那這些公司是什麼 標準石油 Texico Chevron 後來Mobile也加入 所以全部是在美國人手裡 沙特才逐漸逐漸的把 沙烏地阿拉伯加入這個RAMCO 本來全部在美國手裡的 然後它逐漸的把它變成了一個 沙特的國有公司 然後才逐漸的去資本市場上市 這一段時間中間 原先全部就是包括你的生產 你的經濟 你的定價 你的增產或減產呢 其實都在跟美國拔河的 最有名的當然就是1970年的 兩度的石油危機 從1973年 1974年那個石油 進運開始大大的影響了它的未來 好第二個拔河就是它的在資金的流動跟資本市場 因為在1973年跟以色列的這個衝突之後 進運之後呢 美國看到了油價飆升 從3塊錢一桶到12塊一桶的時候 74年就去要求 沙特跟他們簽一個密約 這個密約大概是到2014 15年 才開始慢慢被大家知道 那這個密約就是說 你賣給我的錢 賣給我的油 所換的錢呢 現在我們通稱它為Petrodollar 共同的發展的委員會 也就是用賣油的錢 換他們的軍武的供應發展計畫 而且這些東西全部都是 沙特自己付的錢 那個錢又不是平常的交易 因為它直接進入了美國國庫 那個循環 進入了FED 美元環流的系統 那這一段就是 宋弘明老師是寫得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大家看那個Petrodollar 就是石油美元要看深一點 因為它變成跟美國的國債 還是聯動在一起的 好 它這個跟它拔河了那麼久 等到它想要把RAMCO這個公司 去上市的時候 大家可能記得 2019年非常轟轟烈烈 它僱了全世界的最好的投資銀行 要帶它上市的時候 忽然之間它就被無人機攻擊了 後來又被了那個數位攻擊 數位駭客 所以使得它的那個 非常轟轟烈烈的上市呢 產生了很多波折 最後還是在他們自己 國內的交易所上市 所以在資本市場拔了河 第三個拔河就是未來願景 是我們今天在討論的 在2016年開始 沙特開始有他們自己的未來願景 尤其是MBS 他是最重要的核心人物 他帶著他的這個 他們的簡寫叫做CEDAL 就是國家的經濟跟發展事務的委員會 一起去做的這個願景 剛剛開始的時候 IMF是大量的唱隨它 IMF在他們要自己去脫離這個 美國原先規劃 因為有40年的時間 就是從有 剛才講1974年的那個 把石油美元直接放到美元國 在系統裡以後 由美國提供援助去建設國家的 那40多年之後呢 現在沙特要自己去做自己的願景了 IMF怎麼說呢 IMF在2016跟2017年都說 沙特的貨幣當局5年內呢 外匯存體可能會枯竭啦 你的那個淨的海外資產會減少啊 意思是說 你要做的這個夢想呢 你會沒有錢 你會發生問題 所以他連對未來的這個願景 在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底下 都還要跟美國拔河才能實現 所以你拿來一對比你就知道 為什麼習近平主席這次去 有這麼多 他可以具體的承諾 是因為他的體系已經完整 他能夠提供的這些所有的 不同的部門呢 都已經是準備好了以外 並且他是一個友善者 他跟過去沙特想要求取他自己 從那個經濟殖民地 或者是石油出口殖民國的那個角色 要拖出來的時候 每次不斷的三度跟美國拔河 都還沒有完成他最後的這個願景 而中國大陸去說 好啊你要什麼我來幫助你 這是為什麼我最近常常看到有一句話 是很感動 就是沙特現在到美國的大使是那個公主 Rima 她就跟美國人說 她說我們已經不是十年以前的沙特 我們也不是五年以前的沙特 你們只要去 你們不斷地要討論OPEC 那不是我們考慮的問題 我們要考慮的是未來 要去看未來的沙特 需要找新的朋友 這個朋友不但是在交易上面 可以幫助他 而且是在未來願景上面 可以幫助他執行的 所以難怪拜登跟習近平先生 在中東所受到的待遇 完全不同天壤之別 中國大陸因為這個一帶一路已經有 其來有志了 那麼就是在過去在整個區域 跟這些國家都有一些合作項目 那大家比較關切的 剛剛這郭委員有提到的 其實第一個啦 就是說新的合作項目在哪裡 那麼人民幣 這個使用人民幣做石油交易的這樣子 未來交易的一個交換貨幣 在怎麼做它的路徑圖在什麼地方 其實我覺得有一句話 也就是說在海灣和在中海的這個高峰會裡面 習近平有特別聽 他說要充分利用上海石油天然氣交易平台 要透過上海石油天然氣交易平台 開展油氣貿易人民幣結算 我認為大家很關切人民幣結算 這五個字出現在哪裡 我這個白紙黑字寫在這裡 也就是說習近平在這個海灣 這個中海的這個高峰會裡面提到 那麼平台就是上海石油天然氣交易平台 那這個就很清楚了 那我覺得也把這件事情 這個看出來將來發展的重點在哪裡 另外我覺得還有一點蠻注意就是 雙方要在資本市場還有投資方面 進行比較密切的合作 那這一部分也講得非常非常的細 我覺得就是說已經不是只上談兵 應該都有很具體的項目 他說中國願和海河會國家開展金融監管合作 就雙方的這些監管的規定 大概要align就是說來調和 那目的是什麼 便利海灣國家企業進入中國資本市場 也中國資本市場可能對海灣國家要開放 因為事實上中國大陸跟海灣國家 有一個自由貿易協定正在談 過去六年前就開談了 那可是在到去年的時候 感覺有一些困頓 也就是都沒有動力不足了 那現在要重新開展 那他可能他的項目裡面就是在這個 因為現在的這個自由貿易協定 他很多節目都會談資本 資本市場跟投資這兩個合作 那投資的合作呢 就牽涉到你的服務業市場的開放 因為金融也是屬服務業的一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我看他這次 也是當做一個很重要 而且他在談的時候 第二點就談這個 習近平談具體項目 第一個談人民幣 使用人民幣開展油氣貿易 人民幣支付結算 第二個就談資本市場 然後呢 同海方成立共同投資聯合會 機制要設立 然後呢 支持雙方主權財富基金 以各種方式進行合作 那麼最後呢 還要開展本幣 所以我會覺得這些部分 我覺得都是 等於目標設定的很清楚 那整個來講的話 事實上的話 這一次 除了在發展 講話以外 另外呢 事實上 它有簽具體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 具體的這個 聯合聲明 對 這個聯合聲明 其實開會就怕 開喔 一而不決 絕而無果 全球大視野頻道 開會員囉 邀請全球大視野的 忠實觀眾 前進占助高地 和國際職仇對決的 忠實粉絲 正妹看世界的寶寶們 加入全球大視野頻道會員 每月固定小額扣款贊助 知識中天 繼續做優質國際新聞和評論 請您到全球大視野頻道 首頁右上方 按下加入鍵 讓我們成為全球大視野Family 會員有無想不利 快來加入喔 忠實在的話 把 HP7 JO付的話 tipooped 小細野Fulse 缸 大視野Family 當然 演藏 完 極